是怎樣 你怎麼那麼累 就真的很多次 累爛 明天我剛好要試車 要不要一起來玩一下 嗯 不要 我月底了 很窮 我沒有錢 明天我請客 請客 好啊 要出發了嗎 嗨 我是Sylvia 今天試駕的車款是 Skoda Kodiak的尊榮版 那Kodiak這台車呢 是Skoda家族中的一台 七人座的SUV 而且呢 它是Skoda家族中第一款SUV 另外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它是 蟬聯四年的 七人座SUV銷售冠軍 超強的耶 它這一次呢 有三個編程 第一個編程是 1.5升的精英版 第二個呢 是2.0升的尊榮版 也就是我們現在這一台車 第三個呢 是動力更強的RS版本 那我們這一台呢 2.0升的尊榮版 它的動力數據的部分 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這一台尊榮版車型呢 搭載的是 2.0升的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配合的變速箱是 七速的自首排變速箱 最大馬力190匹 最大扭力32.7公斤米 那接下來來講一下 它開在路上的實際感受 首先呢 在四缸裡面會感覺到 它的低轉扭力相當的充足 它可以帶你很快的起步 有一種輕快的感受 那接下來呢 我覺得很印象深刻一點 是我覺得它的這個變速箱的邏輯 其實還滿不錯的 但是它這個聰明呢 是聰明在它可以調的 讓你開得非常舒適的 在低檔的時候呢 油門一踩下去 它會給你一種非常線性 而且非常滑順的這種輸出感受 讓你整個車上的乘客跟駕駛 都會非常舒適 所以你在踩下油門之後呢 其實沒有很多這種頓挫的感覺 另外一部分呢 也是跟它的變速箱的檔位 比較綿密有關 這樣會讓你感覺到 比較沒有像以往 我們想像中的這種換檔 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頓挫感 這樣也會增加我們乘客跟駕駛 在車上的這種舒適的感受 那接下來來講一下 這個懸吊的部分 當我們在過坑洞的時候呢 像這樣 其實它會去消米掉一部分的 這種不舒適的震動感 所以它在處理之後呢 會發現過去還蠻舒服的 但是呢 它同時還是保留了一些路感給我們 所以說我們還是知道 欸壓到了什麼 但是同時又是舒適的感受 所以這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是我蠻喜歡的調性 接著呢來講一下 制動系統的部分 它的煞車給我的感覺 也是踩下去比較線性的 所以呢 當我在市區裡面使用的時候 我會發現說 它非常好上手 非常好控制 當你踩下去之後 它自然而然就會給你一種 欸我慢慢煞住的感覺 對於乘客來說真的蠻舒適的 所以如果是真的家庭用車 帶著一家大小出門 其實我覺得它無論是開起來也好 或者是說停下來也好 基本上都會給你一種很 Smooth的感覺 會讓你覺得說 啊不會那麼突然 不會突然停 突然走 這種不舒適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作為一台家庭用車 真的是相當的合格相當的優質 當然如果你對動力有更大的需求 就選RS嘛 那相信選尊榮版的車主呢 其實是更加注重家庭跟實用需求的 那再來講一下它的四驅系統 其實呢這套四驅系統 我自己是覺得喔 它搭在這台車上 是可以讓我們行使起來更加的安全 畢竟有些車款呢 如果說像前驅車啦 在過一些伸縮縫 或者是過一些水溝蓋的時候 有時候會滑一下滑一下 喔這其實是對於開車的人來說 會有一點點不安心的 那我覺得有了這套四驅系統之後呢 我們確實是可以避免這樣的情形 同時呢也可以增加一些下雨天啊 或者是各種用路情境下的安全性跟穩定性 這部分對於一台家庭用車來說 我覺得是相當的讓人放心 那因為有了這套四驅系統的加持之下 即便說是今天這種狀況 其實在過彎的情況下 我還是可以感覺到 它是相當的穩定的 雖然中榮版車型沒有像RS一樣 有動力模式的切換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們透過前面這個換檔撥片 其實可以感覺到 喔我還是能夠很得心應手的操控 我的轉速跟檔位 像這樣進彎的時候 欸我給它退檔 哇出彎馬上就有力道 所以這一點呢我覺得 並不會影響我太多 好那我現在要去接我的好同事Lindsay 因為呢我今天答應她要帶她出去玩 然後有規劃一個行程 我要帶她車速 所以呢經過一兩天的相處之下呢 就來看看Lindsay對這一台車會有什麼感想 好 這個臉這個臉不對勁不對勁 抱歉啦遲到了啦 一下下馬 好 先來服務你 好的 您請上車 沒問題 我來幫行李小妹幫忙 真的是吃客膜欸 欸不是 這台車滿眼熟的欸 為什麼 我覺得好像之前就有坐過 也是在車流 喔 妳說兩年前那個安祖那一次是不是 對 她載我們超多人出去玩 然後那一天我還記得就是 又餓又冷 今天有比較不餓一點嗎 今天還行 但是這個出發時間還是有點早 那妳覺得那一台車坐起來怎麼樣 那時候的感覺 我那時候的感覺就是很大 很大 很適合全家人一起 對 只是那時候我是坐後面 但我今天坐副駕 我感覺就是 心情愉悅更多 更好一點 視野開闊 然後坐完又可以移動 沒錯 那妳覺得今天這一台車坐起來怎麼樣 我跟你講我剛剛一上車就想說我要調 因為我超喜歡坐副駕 然後調整那些椅子 然後我就看到它 它其實旁邊調整的細節蠻多的 嗯嗯嗯嗯 妳說那個電動調整的功能 對啊 雖然說其他車輛也可以 但它完全就是可以用按鍵就解決一切 喔 果然 副駕真的會注意這些事情耶 像這樣我這個駕駛就是 沒什麼在管這些事情的 我超愛挑的 很棒 那這一台車應該可以爐獲到副駕的心吧 嗯 可以 而且我覺得副駕我還會很看重就是 我的膝蓋不可以頂到植物櫃 然後我的腳要完全伸直 就是它調一調是真的可以的 那這一台是可以的嗎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是不是 對啊 那妳覺得它整個內裝鋪陳 妳有什麼感受嗎 內裝的鋪陳 對 我現在看起來是前面這個飾板 它的那個花樣做的有點商務感 然後很低調的感覺 然後就是螢幕這邊也夠大很清楚 但是說實在有特別感覺是沒有 但是坦白講就是它非常的直覺 就是我全部一目瞭然 然後不用再特別熟悉什麼要按鍵啊 空調就在這邊 然後調整的按鈕就在這邊 就是都很清楚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Skoda家族中 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們家的東西 設計的都不會說到很浮誇 可是就是一目瞭然 然後很好用 妳一坐上車基本上我要調什麼 我都可以很舊手的去調它 對 尤其是 我真的是跟你講我超常做副駕 然後我很愛就是 譬如說一坨人出去玩 我做副駕一個點是我怕頭暈 然後另外是 我很愛照顧別人的心情 就是我什麼都要調 就是溫度什麼什麼的 然後因為它左右兩側都有那個溫度顯示 就是可以照顧到不同的人 就是不用太花時間熟悉 那我自己覺得我好像滿適合的 那妳今天可以當個合格的副駕吧 超可以 唉唷 好嗎 那妳猜看看這個螢幕幾寸 這個螢幕 3C人要會的吧 我就這樣比一下 來來來來 跟手機平板各種比較一下 我覺得 大於九寸 大於九寸 因為我覺得九寸就很大 喔 但妳覺得妳自己視覺上來說 它是已經滿大的 所以妳才會猜大於九寸 對啊 因為 我覺得開車有一點很重要是 我們不可以就是 妳不能轉太多頭過來看這個 對對對 而且CarPlay不是它可以開那個分割畫面嗎 如果你螢幕太小的話 妳在分割畫面 那其實真的看不太好 根本看不到 我覺得真的是 像這一個 我來公布大人 九點二寸 九點二寸真的滿棒的 妳猜很準耶 對啊 果然是3C 沒有丟電它少年的臉 我剛剛就稍微滑一下 我覺得它超級滑順的 喔 真的嗎 雖然我們可能會講說什麼 螢幕更新率很高 所以讓妳看起來就是比較滑順 然後操作起來沒有什麼產異 然後我還記得 然後我還記得 就是因為我剛剛看到它這個上面 有一個小手的圖示 我就完全你知道我的那個記憶 直接復蘇 就它這個小手就代表說 我可以這樣手勢操作 欸妳超強耶 妳竟然記得這個 對 它裡面內建的頁面呢 就是有導航系統 然後妳也可以開啟CarPlay的功能 然後 還有妳可以直接看到一些車輛的狀態啊 然後目前的行駛時間 行駛里程 嗯 妳覺得它界面是清楚的 很清楚 再加上我覺得它最大的優點是 因為它9.2吋 啊 懂妳的意思 它真的很滑順 這點我真的要稱讚 看完中控螢幕 然後還有調整空調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呢 我還有注意到它這個中央扶手 然後它Sylvia剛剛就有說 裡面有一點點小草絲 我一直在那邊摸索 它就打開之後 它其實裡面的空間本身就滿大的 然後小小絲 我剛剛在那邊找翻屏 很久耶 對 結果是這個 它裡面有這個可以直接拔起來 它是一個就是杯架的東西 你平常放下去 你的杯子就放這邊 然後這邊可以放一些筆啊 什麼零錢之類的 但是 如果你沒有要放杯子 你可能想要把你的皮包 錢包先暫時放在上面 或是你的手機 它還可以翻轉過來 你有那個開箱箱的架式耶 對 我們這個直接做開箱箱 對 而且轉過來你直接放下去 然後 我剛剛講說 可是這樣放著我 比如說零錢啊 或是手機放在上面 如果你突然一個沙車會不會飛走 不會 因為它裡面是有做這種防滑的凸點 它是這種矽膠 類似矽膠的材質 所以它會有止滑的效果 它旁邊就是有兩條做這種 可以扣住的地方 所以你不用想說 你放進去它會前後移動 它會剛好這樣子扣住 是不是很聰明 你知道他們家的slogan是什麼嗎 什麼 聰明的就懂 你懂夠聰明 我真的懂 可是我印象中 就是它還有推出 就是動力比較強的版本 比如說RS版嗎 它叫RS版 對 RS 那你應該會比較喜歡那種版本吧 我當然啊 那個開完這臉上都是笑容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是看個人 因為像這一台呢 它的配備也不輸頂規 其實整個配備該有的也都還是有的 而且動力再怎麼樣 190匹很夠用的 這對於日常來說非常夠用的 那我覺得就是看你個人 如果說你是比較著重於家庭需求 實用需求 你不一定需要那麼大的動力的話 我覺得這一台也很OK啊 你可以省下這三十幾萬啊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對駕駛很好的一點是 它有無重風格可以切換 數位移表版 你看這樣我這樣按 欸就換了一種風格 這樣中有五組喔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那個 轉數表在中間的這一組 特別熱血有沒有 有那種跑車的感覺 哈哈 而且它其實很厲害的一點是 全車系都有標配 半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那可以看到就是在我們方向盤 右手邊這邊按下去之後 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按下去 它就會自己幫你跟著前車走 然後呢也會讓你的車子 維持在車道中央 所以基本上就是真的 半自動輔助駕駛 去半溜 不是 蛤 我們為什麼不內用 哎呀你這就不懂了 今天我們試車都把車借出來了 對不對 就像3C一樣要物盡其用 要趕快把功能都試一遍 好啦上車啦上車啦 跟你講很棒啦 懂不懂 很棒很棒 你看 你看這個桌板 是不是很厲害 很像飛機上的那一種 有沒有 欸我發現 它是可以調整腳 很高度的耶 就比如說 我調這樣子 好我固定在這 依我這種 愛看片的人 這裡就可以放一台iPad 喔 我是覺得 先 停止你的服務款 你是不是真的很值得 我是在打從內心的驚訝 你怎麼會想到這個 是不是覺得我就是 想得很做到 你是天才 對好 而且它旁邊這個杯架 是可以這樣拖出來的 哇塞 欸你真的駕駛座坐太久了 對啊我完全不會想到後座有這些功能 以後我要來後座看影片 欸其實我覺得很棒的一點是 後座它又有一個冷氣出風口 對 因為台灣真的太熱了 而且它是三區恆溫空調 三區恆溫 就是一區兩區三區 所以我們後面也可以調溫度 喔 例如說前面的人很熱 我們後面的人很冷的時候 我們可以調熱一點 對因為我剛剛有印象 前面左右兩側都是可以自行就是調整 兩個是溫度可以不一樣的 所以這邊也可以 對啊像我們在後面吃東西 這個時候啊 就可以臭一點啊 調個空調 而且說到很臭 它的椅背喔 也可以調喔 椅背 對你看像這樣 我們可以往前一點 這樣 欸旁邊有一個這個 這個 看機構 拉開 對 然後你再往後推 它就會卡到一個地方 然後如果像這個就比較利一點 如果我們要吃飯 你要利一點 就這樣 哇 吃完飯之後換你浮誇了對不對 不是 因為 你很貼心耶 是不是 啊必須的嘛 所以現在是最後一個地方了嗎 所以現在是最後一個地方了嗎 我跟你說我們今天要 等一下 有點尷尬 這顆捷包的行李摔爆 啊不是你怎麼帶那麼多東西來 你只要睡在車上 我只要睡在車上 對 車速 沒錯 非常的Happy 沒有人跟我說 可是這樣 原生需要驚喜的嘛 Yes 可是這樣子睡得下嗎 睡得下啦 特別記得這台就是因為它空間非常大 你不要小看它 它在七人座也就是滿座的情況下呢 沒有傾倒 270公升的容積 如果說我們把最後一排第三排傾倒之後呢 還有765公升的容積 二三排一起傾倒之後呢 還有2005公升容積 所以呢基本上這個數據看起來就是相當的大 我知道你一定對數據沒感覺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直接就是二三排傾倒 沒錯 請給我最大的空間 對 當然要最大 2005公升給我們睡 好 睡飽睡滿 好那我們把行李拿出來一下 好的 提醒大家就是這個行李 放好 不要就是放在這樣子 對 它就會發生一點戲劇效果 好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了 現在是早上十頂多 早安 我們剛剛已經吃完早餐了 雖然現在外面的天氣跟颱風天一樣 但我覺得這兩天還蠻特別的 去一些沒有去過的地方 而且我幾乎沒有來過北海岸 喔 我覺得這兩天的天氣其實蠻舒適的 雖然有一點點飄雨 但至少沒有很曬 而且也不是大雨 所以我覺得OK 很舒服 那妳覺得這兩天相處下來 跟這一台車 妳有什麼感想或特別的想法 我覺得感想喔 應該是就是從市區開來這邊 雖然路途比較稍微遠一點 但是我整個坐起來它是蠻穩定 也沒有什麼巨大晃動的感覺 因為這點其實對我來說是 坐車第一個會注意到的事情 因為我超容易頭暈 也很怕就是你知道胃裡面的東西在翻腳 所以我覺得穩定是一個我會最著重的頂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真的要提到它的空間 像是副駕 還有我們昨天就是車宿 我們都不會就是整個身體很憋屈 就是蠻有餘裕的 然後再來的話 身為科技編輯 當然就是真的要好好稱讚這塊板子 因為操作起來非常的順暢 而且我昨天才認識這台車 然後也沒有到很複雜的要學習它 就是不用花太多時間 妳就可以上手了 喔等於說妳覺得它是一個 很好操作的感覺 對啊 了解 其實這台車我自己也是滿滿意的 以愛車人的角度來說 它算是有兼顧舒適性跟操控性 因為這一點我覺得比較難 現在大部分的車款 都是可能比較偏向舒適性 或比較偏向操控性 對於這種堅固的來說 我自己是很喜歡 也難怪它每一次都出現在銷售榜上面 喔 因為其實就跟手機一樣 如果你各方面都兼具的話 其實這個均衡手機也都會一直在榜上 硬要扯手機 哈哈哈哈 像是這種車型的SUV 就是我的考慮選項之一了 喔 我覺得確實欸 我也是這樣子 欸 我還想要提一點 就是它後面那個架子真的很好用 哈哈哈哈 這個桌子 欸 絕對給1000分 真的有頭 好了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大家對於這台車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你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 分享 嗨 請小鈴鐺 我是Lindsay 我是CiaoBia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